香港多個團體指出 6月12號港警違規使用過度武力鎮壓民眾 更有眾多港人拍到港警追打無力還擊的路人 或者無法按規定出示委任證等 引發輿論質疑 這還是以文明專業著稱的香港警隊嗎 是不是中共派公安或者武警冒充港警鎮壓港人 有學者認為 這是合理懷疑 但是外界應該正是一個嚴峻的現實 就是港警被中共赤化的趨勢 陳闖創說 中共通過公開和非公開的兩套手段 來赤化香港警隊 非公開手段 包括在警隊內安插中共的代理人 大家有可能敵乎中共對香港紀律部隊的滲透 其實朝在英國人治理香港的時候 中共對港警的滲透就已經很嚴重了 典型案例 是1950年代 中共收買了港英政府警隊的高級警官 曾昭科做間諜 他甚至差點接掌了香港警務處 直到1961年他意外的暴露身份 才被遞解出香港 那麼在接下來很長時間 其實港警內部也有專門的政治部來負責調查 中共對於港警的滲透 當然到了1997年以後 這個港警就沒有可能再反擊中共的滲透 通過這種非建制化的手段來控制香港警察 尤其是那些香港警察中的核心人 我想這是一定的 除了暗中安插代理人 中共還通過公開的制度安排 加深對香港警隊的影響 例如目前 香港警務處長的人選 需要特首提名建議 再經中共任命 使其立場容易偏向港府和中共 同時 自2006年起 香港警察教材又出現了 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 和其他的中共政治宣傳 被指是對香港基層警察洗腦 另外 中共公安部還多次邀請香港警察到大陸 進行理論灌輸和考察交流 僅從2001年到2006年 就有近500名香港警察受到中共公安的培訓 並且多家媒體報導 每逢香港有大型事件 中共高官都坐鎮深圳甚至香港 指導港警工作 2013年更首次出現 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 接見香港紀律部隊的官員 聽取他們匯報工作 被批評儼然成為港警的上司 種種做法引發各界的強烈質疑 中共不斷蠶食香港警隊的政治中立原則 不管是在港警的招募人員 港警的警務處長這個人選 然後還有在相關內容培訓 還有和大陸公安的合作關係各方面 其實港警受到中國內地警察的影響已經很深了 陳闖闖認為 港人應該聚焦中共對香港的赤化滲透 並通過香港目前的法治渠道 遏制中共操縱港人作惡 新唐記者 玲瀾 紐約報導 順渡